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您刚刚讲说因为我要把这东西还回去说有一些成本有一些支出 那这些东西依照民法的无印管理是不是可以适用 本来是可以适用 那既然可以适用为什么还要再另外规定 不过因为如果这个事实上是从民国18年就有这样规定 没有规定也可以到无印管理去 不过也许当年我们探求当年的立法因为没办法找到立法的真正的理由 那是不是说有把它规定出来 那对于人性 我不能说人性贪婪啦 在人性方面给它一点顾虑 是不是有这种考量 那民法民定了 那我再请教就是说我们这个法是从民国18年制定 到今天已经多少年 八九十年了 那是不是因为这条法律的规定 而让大家去把所谓的遗事物把它反反 而就说这样的案例到底有多少 有统计过吗 没有统计过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多的是石金不灭嘛 对不对 所以石金不灭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道德 我们的一个价值 所以呢最近一个朋友呢 他就说他在发博的时候 他一个德国的朋友到台湾来 然后呢就看到说 他们在花一个那个礼物的时候 那这个妈妈不晓得他妈妈已经拿了 就儿子呢又不知道再去领了 那一个人只限领一份 所以呢后来呢就在走了之后 后来孩子又回走回来说 抱歉抱歉 因为妈妈已经领了 所以我把这个拿回去 所以外国人觉得说 哇你们台湾怎么教育这么的好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价值在那里 那因为这个法的制定 把这个石金不灭这样的一个价值 开始把它变成功利化 说你可以去请求报酬 所以在实务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一个法律系的学生 然后捡到一个家庭主妇他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里面有两万块 然后呢他就请求这相当的报酬 就这这个拿被捡到的那很感激 他因为拿出两千块 可是这个学生说 依照法律上的规定 我可以请求十分之三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发生争执 然后后来当然他 他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给了 但是说等于开始发出人肉搜索 到最后变成怎么样 法官也出来讲话 觉得他以法律 这个觉得法律很丢脸 然后这个学生呢 也后来把这个钱吐出来 然后他说我这个钱是要去做公益的 可是这个公益的团体也不敢收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是一个法的价值 我们今天定制定法 就是要宣示一个价值 不然定那个法干什么 那这个法的价值 竟然会 当我依照法刑法 就是依法行事的时候 竟然会被大家批评到不行 而每一个人全部都觉得 那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那我们到底要实现 什么样的法价值 那因为这个我们 实经不灭 是一个道德性的规范 那本来大家都应该就知道 这个规范 可是呢 我们在实物面的检讨呢 也很难说 所有的人都愿意遵守这种道德规范 好那我再问一下 如果说他不愿遵守这道德规范的人 今天他要会把这个东西留下来 还是会把它还回去 我留下来 我是拿到全额的东西 我捐出去 我只是拿到十分之三 所以呢 就是说他没有这种道德层次的人 他根本 侵在一世物的很多的事啊 你根本找不到嘛 对不对 所以呢在这里 虽然有法的一个行者的一个规定 说你侵在一世物 那你找到再说嘛 所以有多少人 其实我捡到 我就是不还回去 你也拿我没辙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是说 我会还的人还是会还 那今天会还的人 你法律给我这个东西 在这里 我可以去行使 可是当我行使的时候 又除了等把我骂到不行 那你这个法到底规定是在干什么 所以说实在的 本席是建议说把这条删除 805跟805之一都一起删除 那说实在的 很多 我跟很多的人讲 大家都有所疑虑 包括我自己在内 可是经过办公室大家的讨论 甚至我们看到台大的一个教授 这个陈中武教授 他也其实也写了一篇的文章 好好的在探讨说 这个法的规定 其实当初我们是从德国引进来的 没有错 很多的国家 在这个所谓的大陆法系 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可是我们要去看到 我们这个法的 这个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在德国百年的法治 他们所有东西是讲权力义务 跟我们是一个道德 一个立法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传统的价值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即使说 好今天时代已经进展到今天的程度 但是我说我依照法去行使 去请求这个东西 要被大家骂到不行 然后呢 连我这个用我这个依法行使的权力 我把这个钱捐献出去 连被捐献的团体都觉得很丢脸 不敢收 那这知道到底在实现什么样的法价值 非常的奇怪 所以呢 在这个学者的意见里面也觉得说 好今天如果我们定这个法 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说荣誉的给付 因为我定了这个 所以会鼓励你来这个 给付这个东西 说你来你来把还还 所以呢我给你 就是说因为是一个owner 所以呢我给你一个报酬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说好这样的一个owner的一个给付 这很容易的给付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所谓的owner 其实一种是说 我觉得做了很有成就的感 对不对 或是呢他其实有各种的一个方式 他并不一定就是说 我可能可以给你记工 或是给你肯定 或是施主的各种感激等等 其实这种东西并不需要说 用把它换成一个金钱是多少来算的 那另外一个说好 这是一个属于一种劳务的对价 那我们就要去看 你今天你捡到跟还给我 你到底支出多少的劳务 而这些支出的劳务的费用 本来就有可以请求 而这个依照无金管理 本来就已经都规范在那里 所以今天你法律又在规定说 如果你不给我钱 我还可以把东西留置 那这个留置的结果呢 可能怎么样 可能造成我的损害 有可能变成它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里 我可能会不会这样的一个过当的一个留置 是不是又造成我所谓侵占一事物罪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法 他没有办法去对大家 明正言顺的去宣示一个法的价值 结果反而让大家要去做依法的时候 会变成要躲躲藏藏觉得很丢脸 然后甚至呢会诱导我去犯罪 那我不晓得说这样的一个法 存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说本法是该好好去检讨 所有东西要一味跟着外国走 有些东西是我们比人家好的 我们有那样的一个传统的价值 那个美德 所以呢我觉得说这条其实是可以删掉的 因为自助的部分 他已经有东西可以 已经有无因管理可以去处理 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报酬 今天我们要去鼓励的是说 实境不灭本来就已经是深入在民心的一个道德价值 那今天人家把东西找回来给我 我应该感激人家 我愿意给他一点钱 这也是一种价值 这样的是一种互助 我们要建构起来的 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互相联动 货福与共彼此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公民社会 而不是完全从一个所谓的非常的公立交易 然后呢你不给我 我就把它留置 这样的一个罚价值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所要的 所以呢我们希望说 是不是这个部分能够慎重的去考虑 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把它废止掉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在我们的层次走私条例里面呢 这次为什么要修改 因为大吼刚会议的680号的解释 所以呢依照贵部呢 的一个你们所提出来的 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第四条的部分 因为第四条的部分呢 在我们先大吼刚会议680号的解释 是走私条例第二条 那第二条他是认为说 你们这个法律的一个授权的 这个目的内容跟范围呢 欠缺明确 所以呢你们却要去把它修改 但是你们修改 我们看到说你们的这个修改的 的内容呢 其实你们只是把这个所谓的 公告的数额拿掉 然后呢我们去定了一个管制品项跟管制方式 但是呢在你的第一你的修正条文的第一条里面 你的处罚的构成要件是说 私运管制物品进口出口者 所以你只是在管制进口跟出口这两个行为 可是你在授权里面呢 你会变成说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公告 其管制品项及管制方式 你管制方式是什么 就是说我今天其他的太阳也都要被处罚吗 还是怎么样 所以在这里就说你的授权超过了你的母法 你要处罚的范围 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要去考虑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好你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 你在把这个所谓的管制的这些 犯罪必要的这个所谓的物品 我们说今天他进口枪炮军火 跟你进口这个所谓的走私进口 渔货在第四项的农业产品 那你进口枪炮走私军火跟走私渔货 或是农产品 这两个的可罚性是一样的吗 那如果说这两个可罚性是不一样的 你把它全部列在同样都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样子有没有违反所谓的一个平等的原则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他的一个可罚性相差的太远 你却把它喊不隆通的放在同一个法条里面 同一个刑责 那你说好我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授权给法官 可是这样的一个授权未免过大了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说 你在这个层次管制 就是你这个第二条的一个规定呢 事实上你并没有依照大法官会议的这样一个解释 去把它的这个明确性把它定出来 而且就是说 你仍然是通知他可以公告 可是你公告的这个品项 人民它的可净性 我今天我要怎么知道你公告了哪些东西 所以他的人民的可净性如何也看不出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建议说 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 建议贵院呢 是不是撤回再重新好好的去拟定 依照大法官会议解释的精神 好好拟定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 依照你们是依照两公约的 所谓的废除死刑的 这个就是说 对不能够制定死刑的 这个部分你们去修改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说 在你们这个 这次修改里面呢 其实你们只是把这个 所谓的层次条例的第四条 但是呢 我们还有所谓的 除死刑的条文 不是只有你们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国家报告里面提到的 刑法的347条跟层次走私条例 其实里面还有各种的 陆海空军刑法 还有刑法的103条的通谋开战 通谋开战端罪 还有104条的通谋上司领土罪 还有陆海空军刑法 第17条18条的立敌罪 还有呢 第24条的投敌罪等等 那说实在的 这些都不是因为 使用暴力的罪行 而造成人家死亡的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 所谓的犯罪的行为 它其实比较牵涉到的 其实是一种财产的犯罪 或是呢 所谓的政治犯罪 那这种政治的犯罪 其实依照两公约的规定 或是它的一般的一个解释里面 是不能够再制定死刑的 所以呢 规部呢 是不是也能够就这个部分 能够通谈的去检讨 把这个部分呢 一并送进来 跟委员报告 关于死刑部分的话呢 我们有 确实有充分检讨 那我们把资料 会后再跟委员报告 好不好 我们把过去的资料 那包括法部 跟包括各部位 那至于第二条的 进口出口 我们是有规范的啦 不是说 所以用 不是用那个管制方式 就来处罚 那你所谓的管制方式是什么 管制方式将来定的时候 是说 你应该到什么程度 应该用什么方法 保管来做查核等等这些 对 那如果说 它没有依照那个管制方式 就构成这个条呢 它只要没有进出口 就不属于这个法则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规定 可能是有点 有点怪吧 物品啦 最主要针对物品啦 对所以你要公告的是物品嘛 而不是它的管制的方式 物品有的进来 看不到啊 怎么样 我们要给它一个 可以查核的机制啊 有啦 那个是配套的部分啦 最主要是物品 物品它有进出口 就跨国境 这个进出口 好 你们把你们这所谓的 管制的方式的 这个部分 你们那个提出来 这样子